美国记者布鲁萨尔最近参加了一档节目,扬出一条信息来自杜兰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当初在雷霆的那个是假装出来,的我当时只是想取悦每一个人,布鲁萨尔的消息是真是假,我们无从得知没准是个小号冒名领替,这也未可知,但里面讲的事情却一目了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杜兰特和我们在雷霆,看到的杜兰特看上去,确实是两个人十年前度,兰特作为超音速遗少,从大都回西雅图转乍, 那小城市俄克拉河马,实确实有骨子五道杠,少年的劲和新价值观测,别端正比识的杜兰特已经在赛场上展露头角,却依然喜欢背个书包,尚在俄程小道前,逛步我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个普通人家,个孩子凑小杂NBA罢了,名声却起知己媒体蜂拥而至,美国第一体育期刊体育话报,让杜兰特上封面,对于年轻球星,来说上这杂志封面,类似于上CCTV,哪个感动中国确鼠,收容对此,杜兰特只提了一个要求, 让我的队友赛夫洛萨和科斯蒂奇,一起上去露露脸记者问了,那为何不选威斯布鲁克和杰夫格林杜兰特的回答,那两位已经很有名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觉得所有人的贡献,一点都不比我们撒少,所以有必要也让别人认识他们,绝对意义上的正确回答,而且相当动人这个阶段,德杜兰特,确实取悦了所有人球队,球迷,媒体,赞助商, 除了长相不能让人坐地台卵外籍无非点优质偶像当之无愧,但现在你再来看杜兰特,曾经贡献一点都不比我少,的队友变成了阿猫阿狗,他和媒体,被喷他和网友熬战,他维护自家品牌不惜无情扫射,队友库里他表现得就像玉体红尘,在加藤宾之间的红衣云敏感的令人非以所思于是,你告诉我或者如杜兰特,自己所言, 我们认识的那个23岁的杜兰特,是假的现在这个30岁的杜兰特才是真实的他自己可是球星转变人设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因为当代每一个巨星的成长轨迹,都是相近的问问可人彬彬有你政治正确,才是常态就像猫狗处在优秀期,总显得那么蠢萌但逐渐长大后给你家重新装修的时候就显得没那么可爱,而另一方念杜兰特这个层次的球星一般,不会孤家寡人年轻时代经济人,的影响会很大杜兰特, 进联盟时的经纪人是古德温,如果你不了解古德温你考虑下詹姆夫,或华德都曾经在职业生涯初期,成为他麾下成员詹姆夫,离开古德温之后天赋难以过,华德辞去古德温之后离开魔术杜兰特,告别古德温的时间,点正好是2012年他冲冠师,百万年老二的帽子正日戴月景之时儿,在这些节点之前这三位都是什么形象你应该,还有印象所以又受期,的自然规律结合到身边经纪人的 专专教会,自然就形成了那样一个优秀母版杜兰特,恰如你刚从大学毕业父母前被给你传授的多半,是好好做人,的社会经验你也从成功,携鸡汤里拉出一勺半碗一饮,而近穿上一身帅气西装,将头发梳成大热模样 处事员华士谷说话滴水不漏谁都甭想,给我下套啊啊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为什么同样在联盟里慢慢长大的库里就从来没有 从我想喝迪丽热发的洗澡水,接约道,你们这帮motherfucker的记者什么都不懂,实际上纵兰特早在2012年之后就为此后自己的转变做好高能预警 2015年雷霆战绩不加时他说,我不想再坐在这里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官方答案,我们和那些娱乐明星一样,都不是机器人都有自己真实 的想法到底谁都懂说话向来为何的詹姆斯,也曾在11年总决赛失利后深情流露,黑我干嘛明天你不还得去搬砖 但现在,你再来听詹姆斯,那你却听听不理,更肯,科比他们和媒体交流的时候会展现出杜兰特这种强烈的被害妄想症 那我猜这个就叫做,手有戒指系自华,很简单的道理他们是冠军他们拿到过戒指,他们的职业生涯,实际,已经完满了他们可 以气度不凡的谈一谈快乐篮球即便明天,就要带火,也可以在今天显得从容不破淡度 莱特不能渡兰特的雷霆不能正如你从一张白纸成为企业中间力量之后你再也不是 那个犯个小错也会被大家原谅的小伙子,你已经是个老赶子,那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领导可以喷到你受影 你的邻居已经年薪30万了你怎么还在一线烧锅炉 妻子的哀怨足以让你软上半年从2012年到2016年度兰特面对的压力和每一个普通的为生活而挣扎的中年男人一样 来自外界环境和内心只要一天没夺冠Mr.Unreliable不可靠先生的大标题就还可能会出现在当地媒体头条上放 他发现自己淘汰对时最佳马特这种识破天惊的大事都不如勇士淘汰开拓者时库里他妈和库里他同学抱在一起有爆点 当他发现连骂街都无法吸引到球迷关住的时候他该有多失落和焦虑 于是他以为一个冠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赢回所有的 爱他走上了最艰难的路到2017年首冠后杜兰特说自己毫无感觉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为了的奇怪 他无法向詹姆斯为赫利夫兰再来首冠后那般彻底宣泄舆没有扭转时评 依然日下所以手持戒指之后的杜兰特气特们根本就没有滑 甚至都没有肖大人总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出口看得出杜兰特 是一个喜欢思考生命的大和谐 究竟该如何到达的人他选择的方式是最大限度的去 偶像话他无数次告诉球迷 我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我也不会再拿到冠军之后变成什么国王 这种反传统的人设够建造确实是一条更艰难的路 因为在NBA打球打好 图然是基础带形象营销同样是他们最热衷去救的事情 造梦机器同时也是运钞机